这是一幅去年讨讯的数据 然后在这上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杨幂 迪丽热巴 赵丽颖 然后T.A.Bois 蔡徐坤 陆寒 杨千玺 这些艺人都不同纬度地在中国大火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科技的发展 然后所有社交媒体的传播 粉丝经济的发展 让更多的人其实去了解到他们 我们其实在北京 这是我们在北京做的制作中心 三千屏 大家可能知道的很多艺人 像张亮颖 老郎 然后李玉春 这些艺人演唱会制作排练 都在我们那边来去做 所以其实从音乐来说 现场演出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几年 然后国内的很多艺人 其实都做大量的巡演 比如像邓紫棋 张学友 五月天 他们整个巡演基本上是全年 然后在不同的城市 包括今年刘德华应该在整个海外市场也都有 美国 加拿大都会有不同的演出 我用将近四五年的时间 然后大概现在整个全球最主要的音乐产业的集聚的地方 比如说格莱美 然后比如说英国 然后比如说日本 韩国 包括奥斯汀 田纳西州 其实我看了很多的国家 然后其实我发现 举个例子 田纳西州 它其实就是用音乐 大家可能知道的 比如说像猫王 鲍布蒂论 然后泰勒斯菲夫特 其实都是从田纳西州然后成长起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有音乐的基础 很多的主流唱片公司都在这基本上有相应的团队 然后所以它其实也创造了非常好的就业和非常好的一个年收入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想这个是我当时在田纳西州拍的一些他们的博物馆 包括江尼盖茨的一些博物馆 对 它整条街跟这个奥斯汀似的就是都是以音乐为主的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加拿大来说 多伦多它其实有它的特点 我觉得这个特点和基因其实是特别重要的 应该是更好的去发挥的 刚刚其实我有听一位议员提到 其实多伦多有将近70万的华人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些资源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在细分的跟当地的环境融入的一些